《龙珠超》,巴达克和穆奈特战斗里引热议,一管掌足以击碎月球。 《龙珠超》最新仪画中对于巴达克的善意举动的描绘还算是精彩,不过放到《龙珠》这部作品中,不少观众还是更好奇战斗力的问题,简单来说说这次引发热议的核心和关键点,主要还是表现在战斗力数值方面和破坏力以及战绩表现差距的问题。 首先是对纳美克星人莫奈特的战斗力吐槽上,《龙珠》当初对于战斗力的设定还算是严谨,不过后续基本上战斗力数值体系就已经崩了,而莫奈特这一管掌的战斗力根据巴达克测试是接近213的离谱数据。 要知道比克大魔王当年也不过是260左右的战斗力。 而以只龟仙人开肌肉全力状态时,官方设定战斗力是180,可见此时的莫奈特这一管掌下去的输出威力有多么的离谱,击碎月球可以说是说是绰绰有余了。 不过也能看出来西里尔人和纳美克星人战斗力确实是不行,击碎月亮可以说都是贫瘠全力了,估计战斗力超过500的都不多,1000的更是没有,所以面对恢复成为正常状态的赛亚人,依旧没有还手之力。 而老比克算上天神,都是智慧型纳美克星人,生长慢会造神龙。 不过普通壮年纳美克星人的战斗力应该都有3000左右,也就是魅鲁比较特别一些,作为纯粹的战斗型纳美克星人能达到4W2的战斗力。 至于巴达克的战斗力,东映有过原创意买的设定,不过不具备参考价值,巴达克本身就是赛亚人的下级战士,就算是后续战斗力有所提升。 上线估计顶多也就是超过了那8而已,不过即便如此,巴达克依旧能玩约希塔军团中当时作为最强战斗力的加斯,可见加斯当时有多弱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